大家好我是小百丽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五种改善店铺风水的问题使大家的生意兴隆 店铺风水也是洋宅风水学中的一种 一般店铺最佳风水布局需要考虑店门朝向名堂宽窄 采光好坏植物种植周边设施通过这些方面的因素可以看出店铺风水的好坏 店铺的风水好坏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意是否兴隆一座风水好的店铺 我们在做起买卖的时候会十分顺心如意 可如果一座风水不好的店铺 那么我们可能很少会招揽来客人甚至几乎没有客人登门 所以我们要尽快看出自己店铺风水的好坏这样才能方便应对 店铺风水布局怎样最好最招财 1. 店门朝向 店门的朝向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一个店门朝向繁华街道或臭水沟建筑工地等地 那么我们的生意可能就不大好了 因为那些东西都会对打扰到客人进店购物的性质 所以我们尽量设置遮挡隔离或改变店门的朝向 2. 名堂宽窄 无论是为了客流量考虑还是为了能让生意变好 我们的名堂宽阔明亮是基本的要求 因为只有宽阔明亮的地方才会勾起一个人进门的欲望 也能方便才与流通门内 所以名堂宽窄也是很重要的 3. 采光好坏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开店铺的基本要求 那么采光好就是一个店铺的必须要求了 除非是特殊类型的店铺 不然我们都要追求良好的采光 这样才能提高店铺内的财运 驱散店铺内的携杀阴气让生意蒸蒸日上 4. 植物种植 植物种植是一个店铺的重要要求 如今一般的店铺门口都会有植物摆放 或直接将植物种植在门口 不过我们在种植植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选择风水寓意好的植物品种 且无毒无字的植物 否则很容易影响生意 常见的是和摆放在店铺门口的植物 比如招财树平安树铜钱草等等 5. 周边设施 如果一个店铺想要生意好 那么周边设施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周围不能有建筑工地 最好有停车位等等 如果周边设施不好 那么一般来这里的人也是很少的 除此之外 店铺周围最好也不要有与自己生意相克的行业 比如饭店对面最好不要有垃圾厂 小百利提供的这五种改善店铺的风水 你都记住了吗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你们的知识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